大清朝时 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称其为亲爸爸 慈禧归西115年以后 看看时光归如何满怀幸福地憧憬这其亲爸爸 和嫂子谢乐的第一次 发生在那年的夏天 那是一个晴朗的周六下午 我和谢乐来到北京颐和园的南门 虽然当时颐和园的门票还很便宜 但对于我们大一的穷学生来说 还是能省就省吧 我们沿着南侧门往村民多的地方走 穿过村庄沿着小山坡继续往上 随着颐和园的围墙 在往上 在山坡跟颐和园围墙接近的地方 便看到了我和谢乐熟悉的 被当地村民扒开的颐和园的一段小矮墙 那是我和嫂子谢月进出了多次的小通道 来到属于我和嫂子谢乐两个人的山坡 俯瞰整个昆明湖 波光淋漓 天高云淡 回风不走 嫂子谢乐穿了件粉色的连衣裙 大概也就20人民币左右的普通裙子 那时候嫂子还没有往身上堆砌那么多 让其更臃肿 俗气的奢侈品 阳光撒在嫂子谢乐的脸上 身上 那时候的嫂子谢乐好美好白白里透红 那时候的嫂子谢乐就已经一米五六 只是后来停止了生长 灿烂的阳光穿透谢乐粉色的连衣裙 把嫂子谢乐的身体晶莹剔透地呈现在了我面前 抱紧嫂子谢乐 一边狂吻她 一边触摸嫂子谢乐的每一个部位 那时候嫂子谢乐好美 身体好纤细 好受敲 每一个部位好柔软 谢乐 阿丽 看官还是先看看 时光归竹和暂其最蠢的一件小头目 其亲爸爸 席二吧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7月19号星期三 你整个就是说全白费了 然后在我这两个任期上 我还背着黑锅 我还不落 好老百姓还骂我 最后你的问题还没解决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老习不一样 老习是要干中生制的 他要干三届 第三个任期 第四个任期 所以他有这个毅力 他有这个魄力 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是以20年为目标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懂吧 所以他前面两届愣往上打压 其实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但是说实话 你看 这个海外就这样 海外特别有意思 中国动态清零的时候 海外天天说习近平杀逼 应该躺平 应该解封 对不对 等到习近平真解封的时候 开始说 你看习近平为了这经济解封 死了这么多人 你懂吧 中国房地产也是这样 中国房地产当年玩命往上涨 然后这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 海外都说 这肯定完蛋了 中国房地产这么涨 我跟你说 你别看你现在经济好 你知道吗 你现在就是叫引阵止渴 知道吗 等将来你房地产崩的时候 你等你们哭都没这哭去 你别看你现在有点钱 对不对 他这么说 等到老习真的来打压房地产了 真的来软着路了 他就说什么 说老习是傻逼 打压房地产 这房地产成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原动力 发动机 他把它打掉了之后 就完蛋了 对不对 就应该让房地产的 积蓄往上涨 高歌猛进往上涨 一直涨 一直涨 对不对 你发现了吗 你发现没有 对不对 真的一直涨的时候 他就骂 说一直涨最后 准弯 对不对 等到你打压 那时候软着路了 然后他持平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你打压是不对的 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对不对 他永远都有道理 你知道吗 所以就海外这事 你就没法听 现实情况是 这个房地产 就应该要做 从2018年 我就说应该要做 而且我当时我认为 可能没有人 能够有机会 做到一个软着路 但最后不得不承认 中央房地产 现在就是说进入了 软着路这个情况 这个来讲 也就是一个 就是说以20年为目标 以终身执政为目标 这样的领导人 他才愿意 就是说付出5年10年 两个任期的代价 这么大的代价 去做这个事情 要是拜登的话 关于那个 对不对 我也两年中心选举 我先选举 我中心选举 选票选的好就行 知道吗 我未来20年 50年的石油储备 我全给扔出去 我扔 美国所有的石油储备 我能不能扔一半进去 知道吗 只要我中心选举选的好 就行了 我管你 你后面 你跟我说 你20年30年才能补回来 那是你的事 到时候我反而又不当总统了 你们去死吧 你懂吗 这就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 他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就2018年 那些大舌头不也说吗 他说你看看 普京习近平在做什么事 他想的都是10年之后 20年之后是什么 你再看这边想的都是 我两年 我明年马上选举了 你看现在也是 明年大选 我先想明年大选怎么着 我干什么 对我明年大选合适 我能连任就可以了 至于最后 只要明年大选结束了 我连任了 就哪怕都不用等我第二任期干完 就等我第二任期 一个一国中也没关系了 反正我连任了 我当总统了 然后后面我也不需要再干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区别 他没有责任感 你知道吗 你不过2019年的时候 为什么我大胆的预测 我说习近平会把香港问题整个解决 我当时就说 我说你看 江泽民 胡云涛 是香港也闹 什么黄雨伞 也在搞这些运动 对不对 我说他们有一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反正我就干两届 我就走了 现在问题 我把我这两届对付过去 后面那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胡云涛 你没本事 你的问题 胡云涛也是 我就对付我这10年 我对付完了之后 香港的问题留给你习近平了 习近平不行 为什么2019年的时候 大两句说 我说习近平一定会强行 把香港问题解决掉 因为为什么 因为后面第三个任期也是我 第四个任期也是我 可能第五个任期还是我 你明白吗 所以后面整个 我没有任何 我没有 没法甩锅 我不能甩给任何人 就是我的问题 今年我都必须解决它 你就别跟我什么 两年一大闹 三年一小闹 你明白吗 如果习近平就是说 比如干到二大结束的话 那2020年最后立法 把这香港整个问题解决掉 对不对 那我最后还说两年了 我还搞这干什么 我又背了骂名 还帮下一任把问题解决了 对不对 但是习近平是什么 第三任还是我 我一定要解决 中文房地产的问题 我要解决它 香港的问题 我要解决它 台湾的问题 我要解决它 舍我欺谁 就是我 没有别人 我不给任何人甩锅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种 你可以说是一种 独裁者的一种 就是说 专断独裁 你也可以说 是一个 长期执政者的一种责任感 这个东西你很难说 很难说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知道 从香港问题来讲 说实话 猫着良心说 我也觉得差不多 就解决就得了 你不解决 能怎么办 那么三年一小闹 五年一大闹 永远那么闹下去 对不对 解决就解决完了 反正你也都 都已经回归了 对不对 那你要不你独立 你不可能让你独立 对不对 所以香港的问题解决 我们基本上来讲 我看从全国人民来讲 还是普遍还是支持的比较多 对吧 然后关于中国房地产的这种软着陆 我认为短期看对经济是有伤害和影响的 长期看这绝对是一个好事 这是一个把真的是悬在全体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定日炸弹 把它拆除掉了 这个是公在后世了 这公在后世了 日本当年就这个定日炸弹没拆好 后面二三十年缓不上来 就缓不上这口气来 中国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 这个功劳大了 知道吗 这真的就是说 把日本当时的定日炸弹给他整个拆掉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明年就是看台湾问题了 这三个问题是我解决了的话 但是最后就是说 怎么说 你反正周处除三害 对不对 我还说周处除三害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老习如果第四个任期 再跟蒋宁国一样 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 对不对 能够像蒋宁国那样的 最后开党禁开报禁 第三个任期把谈问题解决 第一个任期开始搞防住不吵 第二任期解决香港问题 第三个任期解决谈问题 第四个任期开党禁开报禁 跟蒋宁国一样 这什么历史定位 这简直我靠 这是是吧